大家好 这里是张杰财经观察 最近我们讲一下的印度 现在跟加拿大杠起来了 其实这个两个国家 大家觉得好像都是离得十万八千里的国家 但实际上它两个国家也离得不远 因为还有一个它俩都同属于英联邦 它在英联邦的一个旗帜下 而且印度它这次杠起来的最主要的原因 也就是因为这里头的印度教的膨胀 以及它有些某个印度制为恐怖分子的人物 在加拿大死亡 先看一下相关的报道 印加外交纠纷加剧双方军拒绝让步 这个据《新京报》的报道 印度和加拿大的外交摩擦升级了 印度暂停对加拿大公民的签证服务 印度官员还指责加拿大窝藏恐怖分子 加拿大方面则坚持指控印度涉嫌 暗杀加拿大籍西科教人士 观察人士指出 一国指控另一国政府涉嫌刑制犯罪 是非常严重的事情 印加两国关系可能继续恶化 此外加拿大还被指控监控印度的外交官 以获取相关的情报 其实看这个事的背景 为什么会出现这件事呢 我们可以这么讲 其实印度内部现在正在极端化和宗教化 就是印度所得了一些经济的增长 然后它内部的教派矛盾就变得非常的激烈 就是印度教和其他宗教的关系 你看前边的话呢 印度曾经想改国名为婆罗多 但是后来说好像这个声音降低了 为什么降低了呢 是因为说印度如果要改的话 可能巴基斯坦要改名印度了 实际上你要知道 这个印度和这个名称啊 印度和是在巴基斯坦里头的 而且巴基斯坦和印度呢 原来都是一家 所以这个名字毕竟来讲有历史有印象力嘛 但是呢 印度教的这拨人呢 巴基斯坦是伊斯兰教 当时呢 印度教和伊斯兰教的激烈的冲突 造成了什么印巴分支 对吧 后来呢 印巴战争 然后呢 东巴基斯坦独立 东巴基斯坦呢 就是现在大家熟知的孟加拉国 原来孟加拉国和巴基斯坦是一个国家的 现在呢 其实印度的里头的话呢 他就讲他的西克教徒等等等等 其实印度教啊 对于其他的这些教徒呢 其实迫害的很厉害 你别看 中国的有些西南的那些独立势力挺向往印度的 其实印度呢 对他们可不友好了 在那个整个呢 其实印度的这个分野啊 正常的如果是从文化的分野 对于中华文化对印度的影响 还要远深的多 也就是什么概念呢 现在中印的分界 很多时候啊 是按照分水岭 最高岭什么的分的 而实际上呢 在古代中国文化和印度的一些文化的分界 它是在哪呢 是在盐县 盐啊 咱们吃盐的盐 就是说它的盐是哪供应的 是我们西南西北的那个盐湖的盐 还是海盐 就这么一个简单的道理 对吧 你的那个贸易 你的文化圈是怎么化的 所以印度呢 它最近实际上是什么 它的宗教极端化 就是印度教就有种姓 又有什么 然后它现在呢 它极端化 它是让印度啊 更多的 它可能会形成一种极端宗教化的一个国家 它的国家内部的民族矛盾可能会增加 对于这样的一个国家呢 其实是这样的走极端 我们都认为都是邪恶的 像这个东西啊 西方 其实这件事呢 为什么不支持它 其实这个西方啊 最愿意干的事情就是教士棍 其实这个印度这个地儿 它以前它就不是一个整个的国家 它成为一个整个的国家 是因为它都是英国的殖民地 是这样一层关系 它本来的话呢 是多个国家 它根本就没有统一 它的那个统一呢 实际上是在英国的状态下统一的 所以的话 印度教觉得整个印度是它的 其实这事呢 站不住脚 从历史上讲 整个印度曾经是英国的殖民地 但是呢 并不是印度教的 在印度教呢 想占有整个英国的地方 所以它现在 它一定是个矛盾非常激烈的状态 从它的这个经济一发展 矛盾呢就开始激烈 其实对于中国来讲啊 这个内部的这个民族的融合 民族的团结是非常重要的 就是说谁破坏这民族团结 实际上是我们的敌人 其实中国在历史上 一直讲的是什么 就是讲这个儒家文化的重要 儒家文化讲的是天下大统 讲的是民族融合 讲的是中庸不极端 而其他的西方的文化什么 它都是极端化的 非此即彼 然后呢 都是非我族类 差不多种族灭绝的 在历史上 现在呢 我们就实际上是看到什么 是一个极端化的印度 其实大家对于这个印度呢 很多中国人的了解 并不那么多 其实印度对中国呢 也非常不友好 这个国家 远比我们想的要邪恶的多 我就是这么一个印象 其实对于印度呢 将来中国和印度的冲突 可能也会比较大 因为对于这种崛起的人口大国 相反可能更多的冲突 其实印度和中国冲突的可能性 比中国和美国冲突的可能性 还要大 因为我们还有共同的边界 还有边界争端 还有呢 你像在印度洋 有中国的那个海上贸易 那个生命线 对吧 然后呢 印度洋跟印度又很近 像这种地理的地缘啊 这个历史双方呢 以后可能还会有冲突的 就像虽然说 在62年的时候呢 印度是知道了 那个他自己是几斤几两 但是啊 你从现在的角度来看呢 现在印度的挑衅越来越厉害 其实我们可以看一下下边的视频 你可以注意 这个视频啊 表现得很清楚 就是印度的议员 他自大到什么样的一个程度 他可以说是用核武器去威胁加拿大了 加拿大起码的话呢 是西方发达国家 起码呢 现在还是算是跟着美国的小弟呢 对吧 然后的话呢 中国是说了我们核武器从来不主动 什么什么的 那印度可不是 你看印度的话 现在这样的一个表态 对吧 他的一些政要的 这些极端的表态 所以对于中国来讲啊 中国的周边的安全 也要考虑到什么呢 这个印度的极端分子 可能会如何如何 这个是啊 对于中国的可能要更多的未雨绸缪的 中国啊 对于印度的这个各种建设 包括呢 对于印度的各种出口 给印度什么做工程 修高铁 甚至到印度投资 什么等等等等 都要是有个很长远的想法 包括卖给印度顿购机 且不说这顿购机 它是否修了对中国有害的工程 就是说它修一般的工程 它的那个发展建设 将来呢 从长远的战略上来讲 都是对中国有害的 所以对于中国和印度的状态啊 其实中国要早做一些防范和限制 不能的话呢 到了后来的话 那个最后印度跟中国呢 你就像呢 中国很发达了 印度说 真跟你要搞原子弹 那事儿 后头又有西方的一些支持 它跑到前头 这个事情啊 咱们还是要尽力的遏制和避免的 谢谢观看 本期视频就跟大家分享到这儿 再见